MING PAO TORON 又來到Z世代大人的時間 背囊款式可以遞顯一個人的個性 不過今時今日的背囊就簡直可以把你的心底話都說出來 究竟除了要帶出街外 Z世代的背囊還有什麼功能?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這個 PIX Backpack 它除了是一個普通的背囊之外 後面還是一個 LED 屏幕 隨時可以顯示不同的圖案和資訊 那怎樣玩法呢 首先我們將行動電源插入這個背囊裡面 之後去 App Store 下載它的專屬手機應用程式 開藍牙就可以將 PIX Backpack 連接到你的手機 看看 App 有什麼玩法 你可以選擇顯示它預設的圖案 還可以去 Market 免費下載很多不同的圖案 主要分為三大類 你可以選擇靜態圖案 動畫圖案 又或者一些小工具 這麼多圖案每天轉款都沒問題 來吧 都選不下手嗎?不要緊 你可以自己畫的 不過你看看我畫成這樣 都是選擇個帥氣一點的卡通算吧 不如說一下小工具吧 除了自訂動畫字和時間顯示之外 我最喜歡的就是把背囊變成單車指揮燈這樣用 只要你把手機放在車頭 開啟這個單車小工具 你就可以顯示左右指揮燈和停車的燈號在自己的背囊後面 那就夠安全了 將來還可以配合之後推出的 Cycling Widget 自動偵測你減速的情況去顯示停車的訊號 喜歡踩單車的朋友又有多一個選擇 這個背囊除了Cyber之外 內籠都不說得少 Pigs Backpack 採用了防潑水和避震的物料製成 一般微雨天或者正常的碰撞都不用擔心 裡面的電腦格放一部全尺的手提電腦都還滑滑有餘 連平日出家要放的行動電源、充電線 或者淋淋滑滑的東西都不怕不夠位置 希望你喜歡我今天的介紹 記得Subscribe我們MEMO的Facebook專頁和Youtube頻道 和Alfred Mac的Facebook專頁 今集說到這麼多,拜拜 MEMO